上位 我可以肯定说这个名词 是我们在工作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名词 如果我们在工作上面不能上位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有成就感 我们也不可能有满足感 我从行政的助理 做到亚太区的总经理 里面我真是发生了非常多的 上位的一些成功的案例跟失败的案例 把这些案例跟你们分享 希望帮助你们可以成功的上位 国旗英 李伟翰 加上就差不多了 你为什么在这儿画鬼脚 刚才搞过一个项目 我不知道谁帮忙 在这儿画鬼脚 这样也可以?那有没有我? 你?当然有你了,这个就是你了 其实在组织里面真的要找人帮助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成功的企业是不是等于是有财富 是不是等于是做这样很成功呢? 如果你问我什么叫成功 我只会告诉你是一个问题 我能够贡献什么? 到底在组织里面什么叫贡献呢? 其实有三部分 第一,到底我做什么事情 可以不为同事的直接成果有帮助呢? 第二个问题 到底我做什么 可以不断地肯定在确定组织里面最重要的价值观呢? 第三,到底我怎么可以在组织里面不断地发展人才 包括发展我自己呢? 假如我们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 一个成功的组织 我想最关键的就是可以建立一个有效贡献的企业文化 我想起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第一份工作 我是做一个采购部的助理 那时候其实有一个A同事呢 他可以帮助我 因为他是很了解我这个角色做什么的 我去问他 他叫我去问B同事 B同事又叫我去问C同事 后来我就再问C的时候 C就说 这个应该是问D啊 D才对 因为D是最了解这个状况的 我在问D的时候 D就跟我说 你问E啊 E比较高层啊 E是肯定可以把你的问题解释得很清楚的 我问E的时候 E就说 这个肯定是A最清楚啊 为什么你不去问A呢? 我说 我问过了 他说你再问 后来我再去问A的时候 A跟我说 对啊 我知道答案啊 可是我的部门已经调离这个部门了 我不会告诉你了 那时候已经用了我大概是半天时间 我心情觉得是非常的很累 很累 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搞了我半天呢 后来我知道 如果在企业里面 根本就没有这个互相贡献的文化建立 同事 其实会很受苦的 有效贡献 如果我们真的要建立一个好的组织 你会看到 其实我们有很多那个沟通都是很顺畅的 两个原因 第一 每个同事一定是准确的知道 要有好的那个沟通 肯定要 我们要认定 建立人际关系是我们的责任 第二 我们每一个同事的心 都是愿意做有效的贡献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什么叫成功的企业 我反过来问你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到底我能够为组织贡献什么呢 我能够为组织贡献什么呢